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 西元里面的格式化输入跟输出 那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好那这边呢是例子哦 那我们假设呢 请使用者输入 v1 跟 v2 这两个数字 那输入完之后呢 我们要输出 v1 加 v2 的值 哦还有这个 v1 除以 v2 的值 好那我们在格式化输入里面哦 可以用 scanf 这个指令 那 scanf 里面他有两个参数哦 第一个前面呢这是格式化的字串 然后这个呢 后面是地址表哦 就是你要把这些资料呢 放到哪里去的一个概念 好所以这边有个简单的 sample 是 scanf 括号呢 这个就是你要输入的这个字串 然后呢 end 就是取得地址 就是 v1 这个变数的地址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这个 格式化字串里面有哪几种可能哦 哪几种可以来用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右边 这边有百分比 c 哦 就是读入一个 character 哦字元 那有百分比 d 呢哦 是读入十进制的整数 好那百分比 i 呢哦 是十进制八进制哦 十六进制都可以 好那哦的话就是八进制 小写的 x 呢是 十六进制 大写的 x 呢也是哦 以此类推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 大概就是会有百分比 d 跟百分比 f 那 f 大小写呢 都讲同样的事情 就是他是读入一个浮点数 ok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百分比 p 啦哦 他就是读入一个指标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出的部分呢 输出的部分呢指令有很多哦 比如说 puts 啊 p u t s 那他只能输出这个 character 哦 而他只能输出字串 然后呢输出结束之后 他会自动换行哦 所以如果你要输出一个资料 后面需要自动换行 你又不想要加 反斜线 n 的哦 那你可以用 puts 啊 那另外一个是 put a character 那他只能输出单一个字的哦 这个 character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比较常用 而且弹性比较好的 就是 printf 哦 括号这个函式 让他可以输出各式各样的这个数据资料 好那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printf 的使用哦 那printf 的格式是 格式的部分哦 一样的我们在 printf 里面 他也分两个部分 那前面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格式 那后面呢才是资料 那在格式的部分呢哦 你可以是百分比 然后这是 flag flag 是用来 剪呃 设定是要靠左靠右的哦 然后有个是 wise wise 就是他的这个宽度 那另外一个是他的 的 precision 就是他的精准度 那这最后面这个才是他的这个资料形态 那刚刚在这一行上面也用到很多中括号 那这个中括号呢是可有可无 就是这个部分呢可以省略也可以加进去哦 很很有弹性 那看你的需求来定义 好那type 的部分呢哦 指的是他的输出的形态哦 比如说是百分比 如果你后面接的是d 哦代表dissimble 十进次然后f呢是float c是character 那lf就是长的浮点数哦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double 好那waist的部分呢哦 指的就是他最小的输出宽度哦 他的资料输出哦 有几个这个资源的长度 至少要这些哦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补空白哦 补空白 好那百分比 c的话是输出单一个character哦 那其他还有很多像这个hd哦 就是实进字 然后有符号的输出哦 那如果是h的话代表是short哦 short就是短的 短的数字 然后d是代表一般的整数 ld代表长整数哦 那如果是hu的话 这边变成u代表什么onsign的哦 那d呢是代表有正负号的哦 就是他有正号跟负号的资料范围 那如果是onsign的 这代表他都是这个哦 没有正负号的这个形式来呈现 那一样的hu代表是这个5号哦 5号的这个short整数哦 那int哦 再来就是long哦 用这种形式来显示 好那如果是ho的话 代表是8进字哦 不带前缀 哦那无符号输出的这个short哦 所以这是o代表8进字 h代表这个short 好那如果单纯一个o代表输出8进字 那如果是lo代表 长的这个8进字这样 好那如果是16进字的话 后面最后面这个是x 那x不管你大写小写哦都可以 好那h呢代表short x呢是这个16进字一般的情况哦 那加了l代表长的16进字 好那小写x跟大写的x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知道在16进字里面哦 这个超过9到15这个范围呢 是用abcd来展现 那如果是小写的x代表输出的时候 16进字的指a到f的部分呢 是用小写 那如果你是用大写的x哦 那你输出的时候 他就以大写的形式来展现 ok 除此之外呢哦 那我们在 printf里面的 格式控制里面还包含了百分比f 那百分比lf 这两个呢是代表float跟double的形式 那也可以用百分比1哦 1代表指数 哦指数的这个形式来输出 5点数 那如果是这个 只有一个小写的1代表 这个是float 那如果加个l哦 这是l l1的话代表是double 好那1的小写跟大写呢 都是拿来做指数的这个形式输出 那最大的差别是小写的1 当你在输出的时候 我们在指数的这个格式的时候 1会是小写 那如果是大写的话 那那个1呢哦也会变大写 好那g的部分呢指的是 去判断哦这个 实进制跟指数的这个形式来输出 然后呢这个float跟double 好那以这个 最不会添加多余的0的部分呢 好来 选择 因为他会从里面挑最短的形式来显示 好那百分比 s呢哦这就是输出一个字串哦字串 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设呢你用百分比 然后一个减号 减号就是我们这边讲的flag 然后9就是在 我们的wise 好就他的宽度 d呢就代表december 所以总的总和来说就是 d呢哦是实进制输出 然后长度哦他的宽度呢 是9 然后不足的部分以空白补上 那这个负号呢是代表靠左对齐 那如果要一般的状况靠右对齐的话 就是不要加任何东西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范例 这边这个例子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 这边main 然后宣告两个变数 记得所有变数在使用之前要先宣告啊 所以我们宣告两个变数 然后呢输入两个整数值 哦然后呢我们 输入之后会放到这个 资料里面来 所以当使用者在key 资料的时候 他会放到 第一个子会放到百分比d前面的这一个 然后他收到之后呢 就会把它放到这个记忆体位置 好那这个记忆体位置啊 各位想象一下右边 这就是记忆体的这个形式 然后他的名字就v1跟v2 那左边呢就是他的 这个地址啊记忆体的地址 那他知道地址是多少的时候就把他的 子就往这边塞 那同样的 当你输入第二个子的时候 他会放到百分比d 第二个这边 然后呢他要把子放到 v2 所指向的这个记忆体位置去 就储存进来 好那在第六行这边呢 就v1跟v2的子抓出来相加之后呢 他会把子抛到前面来 这个百分比d去把它显示出来 好那如果是用除法的部分呢 就是v1除以v2 那但是呢这个除完会变成是整数 好因为v1跟v2 当初你炫告的时候是整数 所以除完他还是整数 好为了要让他可以显示小数点后面的 的值 所以我们就把他 再加一个强制 资料的转换 把你算完的值呢 转换成浮点数 float 那算完之后呢 再把它往前抛 抛到这边 他的格式 代表说 f呢是代表我是要浮点数输出 然后呢前面是多少 小数点前面整数的部分 我们不管 看你有多少就显示多少 那小数点后面 我我就只有取两位 点 据点后面就代表说 小数点后面 我只要取几位的一个意思 所以算完的结果就会丢过来 好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是刚刚上面那个例子的延伸 哦那我们在这边呢 输入两个数 数字啊 比如说1249跟21 又过来呢 v1 这个 所指引到的这个记忆体空间里面 放的是1249 那v2所指向的这个记忆体空间里面 放的是21 好那你把v1加v2的指数就是1270 好那这个呢 第七行百分比点2f 因为你除完的指他只取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的这个浮点数 所以他输出就会变成59.48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的是百分比5f 哦5f在5呢代表说你的资料宽度 哦你的宽度是5 然后f是浮点数 所以他 这边你看 那黄色对应的线这个59.48加起来 刚好是8个位置 所以就刚好显示出来 好所以他后面就没有再多余了 哦讲错了哈 刚刚这边 点2f的部分是59.48 那5f的部分哦5呢是代表宽度 那可是呢你的资料长度有这个比较多 他就 至少要5个 那多出来是没关系的 所以他就是59.476189 这是原始的资料 好然后这个呢是这个 第九行的部分 哦他百分比后面9 就代表说我的长度是9 那点4呢是代表小数点后4 取4位 然后资料呢是float 所以除完之后 他的长度是9 所以你看 我这边从从后面算回来 1234567 还缺两个哦 因为我们说总长度是9 所以就前面补空白 所以前面有两个空白 然后59.4762这样子 因为我小数点后面只取4个 所以固定值到这边 好所以4762 476189 那这个1呢 因为后面是8 所以45入变成2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再来最后一个 加了一个负号 负号的意思是往左靠 那我们可以看上一个是前面留两个空白 那如果说你加了负号 他就往左靠 所以59前面就没有空白 变成59.4762 然后换行这样子 好 那以上呢是这个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西语言里面的格式化输入跟输出的一个介绍 好 以上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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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